随着州长纽森罢免选举已成定局 至少有超过10人陆续宣布投入州长选战 其中最知名的还有变性人凯丽娟 与可能要参选的好莱坞明星Randy Quaid 且透过ABC7的历史画面可以知道 早在2003年罢免戴维斯之后的州长选举 就已经出现135位候选人 且现在还有人要回国参选 值得一提的是 想搅逐新任州长门槛相当低 只要是美国公民登记参选 且没有涉嫌联邦贿赂罪 并缴交不到4000美元 与得到65份签名支持 且一旦签名超过7000份 就不用付费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